在荆棘屋最底层的街角店里 天元找到了气弱油丝的除鹤 原来除鹤在接近舵鸡的过程中已被他怀疑 为此除鹤选择了服毒以脱离荆棘屋的监视 奈何还是被舵鸡赠予了随时可以要他命的丝带 好在天元带着解药及时赶到 并将舵鸡的丝带一并铲除 除鹤才得以保全性命 此时天元罕见地流露出温情的一面 再三叮嘱除鹤后只身奔赴战场 短暂地搜寻后 他确定了探治狼的战斗地点 天元当机立冠从背后取下他独有的神秘双刀 一招阴之呼吸一之行直接掀起威力巨大的爆炸 因为天元造成的响动 地下的战斗暂时陷入了停滞 舵鸡表示如果探治狼听他的话 不介意放他一马 并称给他断刀的人水平不怎么样 才与他对战几招便严重受死 对于舵鸡的话牢 探治狼倒是没想到 不过还是予以坚决地反驳 探治狼认为日轮刀受死 是因为他与水之呼吸并不契合 此时的他已下定决心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以火之神神乐对比 此时记忆中的炼狱给了探治狼继续战斗下去的勇气 一招落入同性直接散惯了舵鸡的四代 这让舵鸡非常意外 转换招式的探治狼不仅变得更加厉害 还令他产生了头晕露眩的感觉 此时探治狼再度发起进攻 一招眼尾同意过去 被舵鸡轻易躲过的同时 还中了四代的斩击 哪只舵鸡砍动的只是范勇 真正的探治狼已然从他身后 沿着破绽之线发动了反击 这一招能成功对舵鸡造成伤害吗 请听下回讲解 感谢观看